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没有办法赋予种种延续的那种作用 那也不叫无量受无量光 所以它赋予任何感受都有延续的感觉 有那个受量的感觉 那种执着那个食量的感觉 但是这个决心能启成这种种种受量时 你会发现它不是种种受量 但它能启成一切受量 所以它叫受量无量 叫无量受量 那就无量受 绝光就是如此 那就受着想 但你忘记那个无量光 无量受 你就多在受着想 这是潜意 你就知道了 根本中中就我了 你再说我已经是人像 你还在那里面还想要断我值 我要断我值 那已经是人像了 你人像都不断 你还断我值 那你说要怎么断我值 谁让你断我值啊 我值怎么断 你明白决心 我值就断 明白决心时 任何个小我都知道 都是我嘛 怎么不知道是我呢 但你明白我的那个是 那个我嘛 就再也不是了嘛 我值就已经诞人 那个只能跟谁说 行者说 因为那个明白就是念念这些大名识 你可以看尽一切小我 那你是小我吗 不是 你要多在小我 你就不能看尽一切小我 多在小我就不会知道一切小我 当你能看尽一切小我时 我说你就是大我 什么叫大我 就不多我值 我就一定有 抓着我 就是值 那叫我值 那个我中 他被赋予一切都有我吧 对吧 那个一切法中都有我 那一切法中是本来有我的吗 不是吗 是我赋予他的吧 是吧 那个我赋予他 所以那个大我赋予的吧 是吧 所以这就知道南传第一个讲的 诸法 我 是诸法无我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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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